请问师父,我们临终的话会经历哪些场景,如何保持自己在临终的时候不迷惑颠倒,振兴振念呢? 很多场景呢,又不是一个,下去的人下去的场景,头中阴身的人在中阴身的场景,上天的人有上天的场景。 具体的讲,修到天上的人,在临走之前会看到菩萨像,会听到菩萨的弦乐,来接他,或者就是能够感受到菩萨已经在你身边了。 还有一种嘛,是投人,投人嘛就是在中阴身,下去延望老爷延望殿,该怎么判就怎么判,好的坏的,全部判好之后,那么给你再去投人贪。 还有一种嘛就是畜生,还没走之前,叫出来的声音就像动物叫了,做出来的事情,工作都有点像动物了。 还有最后一个嘛就是,最后一个是什么,你刚刚第一个提的? 就是说,我们怎么样在临终的时候保持正心正念? 啊,你还有一种嘛就是下去啊,下去嘛,鬼来拉呀,哦哦,就这几种啊,明白了吗? 一般呢,到人道,下去的时候,是经过一个时光水道,会看到一些亲人,亲人有的把他带走,有的没有那么继续跟鬼打交道,鬼把他弄到底,然后送到阎王殿,就是这样。 路上会跟他讲讲话,哦,师傅,那以前有同修,他做梦,梦见自己进入一个像时空隧道的地方,很快,就是走得挺快的,周围的人都是面无表情的那种,然后他就突然被一个声音叫醒了,好像跟他说你该回去了,是不是如果他不行的话,可能就,就下去了? 对啊,死掉嘛就是这样的呀,哦,一直在下面呀,哦,嗯,师傅,那人间,人间以前听说过,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,就是说,有,有一些人,会就像进入一个时空隧道一样,他消失了很多年,等他再回来的时候,发现,已经人间过了很多年了,他,他回来的时候,好像还是没有变老,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吗? 植物人啊,这还不懂啊,不就植物人啊,哦,昏迷啊,真的就是真的呀,植物人昏迷啊,婚姻十几年的都有,刚才一直有一口气的,等到哪一天,魂让他回来了,他一醒过来,不是世界就,世界就变了一样了吗,这还不懂啊,哦,对对对,那师傅,那他这十几年,嗯,魂魄不在人间的时候,是到下面去受苦? 对呀,受苦啊,工作啊,生活都有的呀,这用现在的话叫戒掉,呵呵,呵呵,呵呵,这样,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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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他肉身还在的时候,就能下去工作啊,那当然了,他用不着肉身的呀,他魂魄呀,死掉的肉身也没有的了,魂魄都动作呀, 对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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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